蛇王玩具屋 大家好,歡迎回來新一集的蛇王玩具屋 大家好,有我大王,還有哪位呢 有我們榮譽嘉賓,過來抽水的阿軒 有過來被抽水的阿蛇 好像開麥克風之前阿蛇抽阿軒的水很厲害 這些題外的東西有機會再說 即是場外消息和場內那些 場外點票就說阿蛇有抽水 但今天我們講很多的題目很多類型的figure都需要詢問一位專業人士的意見 有哪個專業人士的人都坐在那裡了 憲哥對於那個題目會有他的意見給我們 不會吧 今天講羅莉專題嗎 待會你就知道 OK好,不要緊,待會再留給我的羅莉專家憲哥說 現在先說其他東西吧 我們節目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開箱就先開箱吧 很難得一件事 是 美少女環節的開箱不關我事 竟然 關我事嗎 是,這個是我們節目應該第一次 即是我開了麗克風才開 是,你開了也是 很快就有第二次了,B哥 是啊 大王應該是 不要緊,我的名字就響了 即是大B哥 有什麼 即是有些東西你平排一起就OK 不用下合體 大佬B 大佬B 大佬B要死 不要這樣 我不想死 因為事關係很多figure還沒玩 所以當然不想死 首先就講一下 近日阿蛇幫我頒了兩隻figure回來 麻煩你了 也都我不打算找數 我也在節目講明我找數了 那就是兩隻都來自阿蛇非常喜歡的公司 就是goodsmile的產品 講清楚 是goodsmile一隻 另一隻goodsmile有粉的maxfactory 是呀 是呀 仔細一點我們就找得 即是子公司的關係 不要緊 其實就是兩隻都有關love life的 首先就講Figma Figma就是今個月的新產品 就是高板碎奶果 厲害啊 我連個角色名我完全記不到 那她是粉絲 那我是粉絲 粉絲也說不出 就被人抓去打 即是你問我明日香全名我記不到 哪個明日香 Eva那個 哦 你記不記得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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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不記得 太長了 因為這陣子我經常看 Cyber formula 那我問哪個名字香 不好意思 那我先講這隻 那就是Figma裡面第一隻 Love life的公仔 是 這個系列都一直推出下去 相信至少會出完九個成員 那現在就第一隻 回來開盒就 現在其實唯一可以比較 就只有SHF那邊 但SHF第一隻 都是她來的 不過就扣衣服不同 是Live的衣服 但那隻坦白說 都公認是做得一般的 你買了沒有 買了 那隻就做得一般的 那之後我看她 SHF要出到第二隻 才能否好一點 那就不知道了 那現在這隻 比下去最重要就是 因為Figma本身 最拿手 我覺得就是表情 表情這方面 絕對會交幾個樣子 給你玩的 那現在看到一個就是 這個驚訝的樣子 一個正常的樣子 一個就好像HIGH的樣子 就好像在演唱會 正在搶螢光棒 官方用途那樣就是 有兩顆螢光棒 我覺得 有兩支螢光棒 應該叫Kings Spray 應該叫 什麼來的 Kings Spray 就是那些 搶的棒 但為什麼有這個 那麼特別的名稱 它其中有一款 是叫King Blaze 就是很抽的螢光棒 是不是 就是鑽色的意思 是可以鑽色的 我猜她那些 不是這樣的 但是名字是型的 就這樣叫 總之有 有兩支螢光棒 還有書包 如果有一個部件 就是給她換回去吃麵包 但是整個東西 至少那樣子 表情真的很有趣 可以換下去 給你很多惡搞的用途 玩一下 整個造型 比例 都正正常常 因為Figma 坦白說 應該很少會有中伏 其實Figma 都沒有什麼中伏 暫時沒有很多伏作 有 隨時會有 因為我發覺 她藍梁 現在出得很多 有一兩支 我很懷疑會出事 懷疑 而有些已經出了事 現在我有些圖 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長門和六奧 大家看看長門和六奧 這兩張圖 就會看到出事了 Sorry 現在我想錯 你想起那個六奧 我可不可以奧丁 對不起 其實長門就出事了 現在你去信我了很多貨 因為面部表情又不漂亮 頭髮又一柱菜 衣服又一塊塊 變成Figma 是不是等於不一定出事 我都已經很有懷疑 因為我自己Figma 就有一陣子沒有碰 那這陣子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再玩回 所以就問問阿蛇 你Figma 多不多服服 那這陣子我整體說 玩下去就OK 滿意的 不過就 只是有個小小 我會挑剔一下 我覺得唯一是 頸部有小小奇怪 有什麼奇怪呢 因為大家玩可以Figma 其實多數的頭 是可以 和頸椎位是伸直的 現在這個頸椎位 就有些奇怪 沒得動的 但是就是向左下 低一點的 我懷疑 他這個做法 是想令他的臉 咬的角度向下 對 以前有個問題 就好像經常咬來咬去 咬不下 對 變成你想做一個 很低的姿勢 他都做得到 但是有個問題 就附帶 就變成 惡膏頭 那一刻 好像保持著寒背 那樣 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要有這個角度 我已經發現了 是 因為你越低 看上去 他的頭向下咬得越多 是越自然 是 那也就是什麼 低炒到你會看到 小婦婦 那這個純粹是你租高的玩法去做 阿騙哥現在已經看到我的擺法 的姿勢之後 也都很清楚了解我想說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 為什麼他可以 為什麼這條頸這樣 因為被你咬得這麼邪 你穿高一點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 就變成有時候 擺姿勢上 就會有些奇怪 所以 不知道他之後 那幾隻出來 實物是怎樣 頸這個位 我覺得會差一點 如果他可以高一點 或者做個可動一點 關節內會好一點 還有他臉 那個面件 都比較細 旁邊看到 穿蚊都明顯 所以你看到臉 臉的面型 側邊看是比較薄的 好處就是剛才說的 可以再咬低一點 那就是他咬低一點 為了紳士角度 那我堅持了一句 一個個人問題 我是紳士 所以我會覺得 他頸這個位置 有好有不好 我就會嫌他 有少少寒貝的東西出現了 所以買的朋友 就自己留意一下 對不對你 當然那角客人 你說沒有 我不管了 這個系列出我硬吃 那你應該買了 我猜你也不用跟我說了 不過開咪前 阿蛇你好像說 擔心他的腰 好像那個關節 就沒什麼 可動性 會少一些 對呀 因為最初我擔心 就是你看回這個figure 他那件冷衣 一生氣 一生氣 整個上半身 遮了少少裙 那我有些擔心 會不會那條腰硬 硬硬硬硬 不懂得動 不過就好在 因為他那件冷衣 其實是用軟膠做的 那變成其實裡面 都可以內藏一個關節 變成腰部 都可以做有限的 咬動 那所以都 整個可動 都不錯 很好玩的 見過有些人 因為他有個表情 是嘻嘻哈哈笑的 我想問我 見過的人 就做一個嘻嘻哈哈笑的表情 然後就出拳打人 那整件事 就複哈很多 挺好玩的 其實你是想被他打 不是 那又可以去打東方師傅 那這方面 這方面是軒哥最專業的 不需要質疑的 大王 就是蛇馬上想到這些 那他嘻嘻哈哈笑的 就配上來 打人也OK 好玩的表情 可以玩的 你嘻嘻哈哈 你講後面那一隻就真是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 為什麼後面那一隻嘻嘻嘻 因為這一隻的系列很棒的 你可以買他同系列的東西 表情就不斷陷下去了 包括圖裡面 現在這一隻已經賣斷市的 乾麥莓小賣 大家都為了他的表情 賣斷市 斷市就未完全斷了 不過外面如果未斷就炒過了 五百多嘛 聽說 好像阿軒哥你 我在旺角那裡見到 在賣五百多元 過時了 這個消息 我在你這個消息說完之後 我去旺角找過 沒有買了 五百多也沒有買了 找雲也沒有 五百多也有人買 找不到 真的很有愛 因為這一季真是小賣非常厲害 那 講完剛才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要講今天另一隻開箱 都是Love Life的 因為兩隻同月 那就是Love Life的黏土人 西木野真基 你最愛的這個是不是 又不是最愛的 那隻我可以的 我博愛的那份人 是抽你水的嘛 我是不要理 我之前都說過了 我是不要理你主持的毛尾抹黑 先說一隻Figure 那Figure其實就是黏土 整隻網絡 整隻網絡 因為黏土坦白說 也是正正常常的 而且回到去 那不是第一隻出的 他已經出了幾隻 有一些甚至乎 已經在準備再版了 那變成了 這隻也叫做近尼 就是繼續 那些草開的人 就把人儲起來 而另外一樣提 那有些朋友 可能在店裡 都已經見到 這隻黏土人 那你隔著膠袋 膚色其實有點怪怪的 另外在盒子 都好像怪怪的 那些照片 因為我已經說過 就是現在 這個是料 像Good Smile那些 常常都 那些盒子的印刷 較為差 而實物是沒事的 開了盒子 大王現在看表情 皮膚顏色其實很漂亮 很自然 白女透紅的感覺 就是做一點點面紅 那些感覺 就是做一點點面 有些面色 有些血色 有些血色 就不是一隻蒼白那樣 所以大家不用給那個盒子的 preview等等 嚇到 因為這東西其實是沒事的 那其實黏土 它有沒有換 就是它有換件 換表情這些 其實就之前也講過了 那也不再講了 不過唯一我要提 就是有一點點失望 它是那頂帽子的位置 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呢 因為它頂帽 其實就 不是真的有個孔 給你插進去 這樣戴上頭的 它就是給你 有一塊東西的 大家看回照就會見 它其實是給你的頭髮 前後夾在那一陣子 夾在頂帽中間 它的頂帽是做了一個 膠片位給你夾著 讓頂帽不會掉下來 就好像戴在頭上 又不用說頭要弄個孔在那裡 不過我嫌那塊膠片 就真的拿一塊膠片 真的是一塊好像很容易爛的膠片 所以擔心如果拆得多 弄得多 或有時候不小心 可能跌一跌的 有可能那塊膠片我怕會爛 因為我還沒玩過黏土 這是我第一隻黏土 我不知道其他一些 但是 我有點擔心它是否耐用的問題 反而它那塊膠 我又 唯一想得通的一個原因 就是薄嗎 不是 等你拿走那個膠 拿走頂帽的時候 可以展示姿勢 但不用那麼大個孔留在那裡 那我也知道它是個孔 就是不想我頭髮做個孔 好像開了腦 是啊 它等你拿走頂帽的時候好玩一點 但是我覺得你會不會那塊東西 可以用其他材料去做 就不是一塊這樣的膠片 因為我剛才拿了雙手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爛 說笑這樣說 你的手大小 我怕會爛爛那塊膠片 有機會整團 那塊膠片最怕 初時大王給我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有些黏著的膠片 還沒撕出來 就好像貪欺歌詞的時候 那塊膠片 要拔起那塊膠片 那塊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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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這樣做 我沒問題 我沒有類似的個案 最近的都是我內亞子 就是那條外毛 那條外毛 那條外毛 它有一個 就是這樣被你插上去的 那條外毛 就圓形一個小洞 就不像你那塊膠片 但內亞子一定有這條外毛 理論上是不能拔 但這次這個角色頂帽可能是如你掛的吧 不不 內亞子那個是如你掛的 因為它有幾款外毛給你 有一個變成心形是正常的 外毛有表情 有心情在上面 是呀 變成如你掛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往後再出 如果可以在那個位置做一些 看來大家有信心意 可能做了一塊膠在那裡 或者其實你背帽的時候 你背一塊膠就算不上 它做帽呢 其實黏肚一向有一個做法是用磁石的 有磁石的 有磁石的 有磁力吸的 就像你那隻四色奶 或者我的千本英那隻初音 那頂帽是有一點磁力吸住的 但會不會怕是頂帽的磁力就有機會洩不住掉下來呢 應該是你頂帽小 所以不用這個方法做 不過這個就 其實它不是第一隻 這個其實是一套衣服來的 應該其他款都會有些類近的帽 我猜應該應該是這個做法 不過好像沒有太多人投訴 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希望都沒有人斷路 兩隻開箱都差不多 就是我的開箱 整體來說 這兩款都是你粉絲 你喜歡有愛的就買了 就OK的 如果你不是這個是粉絲 你都不會碰 是的 你可能就買了 玩得小心點 玩得小心點 那個帽子就 那接著我開完商就到 阿蛇你開箱 這部分有很多開箱的東西 是 那是一個遲來了很多個月的東西 理論上我在去年的11月左右是買了的 我真的跟這些東西很有緣分 首先我上網想了很久 不知道買不買好 不要緊啦 接著我去到香港某店看到有現貨 我想我明天就來買 因為那時候沒有現金 還沒這樣 第二天去賣了 曾經有一隻FIG 放在檯面上 你有沒有很好的珍惜 如果現在可以在這個FIG 上面再製作價錢牌 我希望是零 接著我再去旅行 我去到日本 見到他 在我朋友遊說之下 我記住你的朋友 我沒有買到 第二天再去同一間店 被人買了 再去Yodabashi 有Display 所以你那些朋友有沒有被消春袋 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春袋 就是阻礙別人什麼就要被人消春袋 去到最後Yodabashi 見到Display 但是跟你說這隻只是Display Only 買完了 你沒有打劫 沒有 沒有打劫 打了劫就回不來 還可以開到節目 可能放出來 或者說 結果你兜兜轉轉了那麼久 回到香港又怎樣 回到來就終於在早一段時間 這隻Figure 我們都多次提及了 就說出第二版 我都略有所談 終於寄到來了 現在這盒東西 開完了 就是這個神羅晚舟裡面 最棒最棒的 很有肉的 仁愛姐姐 啊 這個仁愛就是蛇 非常之喜歡 不過仁愛我之前也提過 就未必過一個人號的屬性 所以這隻就很明顯是蛇好人愛的屬性 但是整隻東西你又覺得怎樣開下去 我又知道你其實玩得很開心 這隻東西 其實這次真的玩得很開心 如果不然你也不會念念不忘了這麼多禍 買不買到是一個羅生門 那羅生你怎樣 我不是姓羅的 那問題是 這隻Figure打開了之後 有些東西是我猜不到的 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樣手工好那些 都不長談 例如他表情是做得漂亮的 頭髮質感做得好的 而且頭髮是微微透光的 那你拍照後面打背光就很漂亮 然後身體的部分就是那些七皮的甲 衣都做得很漂亮 腰部分那個翼 沒話說 上了金屬油 非常之有質感 而最重要是我猜不到的 一件事就是 原來這隻Figure 它是單腳站在那裡 我一直都沒有留意的 我買之前 但是單腳有沒有其他東西站住呢 沒有 即是一隻腳支撐了整個身體 沒錯 OK 落了鐵釘 落鐵釘 鐵釘 有金屬底 然後還要踩那個腳左 是很小的一個透明膠 插了它是適合到漏 而且底座不是頹座 你會看到它一個召喚魔法陣 跟上面還有一層透明力架包著 反轉這個底再看一張圖 是會微微看回這個封印的圖案在上面 它的仔細之高是令我猜疑 但是這東西本身Yen價貴不貴? 我來到來香港算運費港幣 我Yen不記得了 你預約六百多元 但六百多元是沒有特價沒有特別便宜的 還有這條尾巴是有驚起的 是軟膠做的 所以驚也是起 為什麼起剛才說了很開心 軟膠質感不錯 驚其實是怕掉色 因為它軟膠再碰上身體的部分 正如我們開麥克風前說 如果擺得太久 好像大王你說怕溶 軟膠質感會 怕掉色在皮膚上就不好看了 所以就要放在一些涼爽的地方 就不要放在熱的暖的地方 雖然好像我這個星期放在其地方都很近陽光 不過你應該不點曬 點熱也好 就不會像之前人家的索尼紙那樣悲慘的 我很想買索尼紙回來試試看是否真的會用 你那個獵奇向的朋友 不過要知道阿成的獵奇那方面 就稍後再聽了帕斯 大王你看完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隻東西 我反而是說皮膚那方面是最有驚喜的 因為我們看回其他的figure 不是人外那些 皮膚顏色是一般人的肉色 這隻是看到皮膚是紛紛的 藍藍色的 因為它是妖來的 阿凡達 你也是阿凡達 不是阿凡達 阿凡達那隻就好像走過 被藍色七柚倒下來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隻 就真的沒有阿凡達那隻 藍色七柚倒下來的感覺 因為它很厲害 雖然是藍色皮膚 因為肉色剪好的時候 可能變成本身肉色 但是它現在噴了藍色上去 但是同時間 藍色拿來做到皮膚質感 那種溶感 所謂 那有些皮膚的光澤都出了回來 那這個我覺得 都算是一個幾高技術的 一種賞色 我覺得也是 驚喜 是價錢又抵抗 多一句 那你賣貴了那六百多元 唉 其實那價錢真的很抵抗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 看看閣下好不好 這一類型 對啦 因為你人外的東西 有時候你不喜歡 就不喜歡 是 即是黑拉的角色 其實是 那你藍皮膚 很身材肉的 這些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沒錯 沒錯 那講開這個神羅萬象 其實呢 自這一隻成功 現在有第二版 即是很成功 之後其實是推出了兩彈的figure 應該出了沒有 我忘記了 一隻出了一隻未出 但是那兩彈好像都 記憶中都沒有那麼話題 這隻都叫做多人說 那時候都 那兩隻好像沒有什麼聲氣 我覺得第一隻是狐狸那隻 輸就輸在他人體比例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會不會狐狸這件事 同時那些人有 不過照鏡狐狸的屬性 都多人好 狐狸鮮盟 但其實他人體比例 出在哪裡 我覺得 我覺得腿太粗 他有些好像 因為之前那隻人外太成功 之後往後他都想做 很有肉感這件事 但是你狐狸妹妹這些 走去走肉感就很奇怪 看上去 不是我看圖 覺得是那個膝頭哥的位 有些不平均 紅大腿和小腿 變成好像怕他快要斷 那樣的 他都這麼嚴重 有些少許的感覺 不過整隻 如果看上半身 樣子 頭髮 都正正常常 那第二彈更好 剛剛我們再看第三彈 這張圖更大 第三彈 我開麥克風 覺得有點奇怪 大家要留意 腰到屁股 大腿的長度 是不合理地短的 一個人是不會這麼短的 從腰線到大腿線 或屁股的位置 好像那一節突然間 給個房間縮小的 縮小一點點 那一節完全不適合比例 正如我們都相信 我都問過一位專業的人士 那些女人都是清純點好一點的 那不止羅莉的 那普通的女人都是 那普通的女人都是 後面一句不用要 我再剪掉他 那總之 是軒哥 作為他一個專業人士的話 那都是清純點好 其實又不一定的 有些漫畫裡面 有些清純得來 有些少許Bitch的感覺 那些都很可愛 那也是 不過這隻手 明顯 他兩頭不到我 你走光清純也不是 但是 你要走一個好肉感的那一隻 他又做不到 又怪怪的 變了兩頭不到我 變了出來 現在就真的 沒有什麼 好像這隻人外 那樣受歡迎 也沒有什麼話題 就 沽默論 行不行 等他第三彈 實物出了 我們再看看 怎麼再為大家說兩句 那這隻人外 整體來說 如果各客是好人外的 我們節目都會推介你 就想想買買這隻 就不要買之前 Puzzle & Dragon 那隻肥婆娜娜 黑拉娜 除非說你真的很喜歡 另一類型的AV 就是熟女還要熟到 不知道什麼 那隻 可能Sunny才適合看 那隻熟女AV 留回Sunny說吧 不過那隻 真是阿沈 弄了肥婆娜娜娜 那隻就無謂了 那這隻真的相比之下 就漂亮很多 那我那一集 其實都提過了 所以不要多說了 不要多說了 那說完人外 那說回人類 行不行 不行 都是人外 那隻 OK 剛才有提到狐狸這件事 很蒙的 沒錯 其實在Face Extra 這個作品裏面 其實那隻狐狸是經常出現的 也是很多人很喜愛的角色 那狐狸妹妹這次 終於是有 私服版了 之前都沒有出過私服版 之前都是他在遊戲中 會典型穿的那件衣服 就是你當作戰鬥服 那這次終於是一個很蒙的私服 那這隻Figure照看 正面是挺漂亮的 衣服、身材的呈現、皮膚的質感都OK 唯獨是有兩件事我比較擔心 第一 看照片 不知道是拍得不好還是什麼 有點灰灰蒙蒙的感覺 灰灰暗 灰灰暗的意思是 皮膚所有顏色 好像有層沙在前面 不行 我擔心是什麼 出來的時候 整體的Figure偏淡色 偏淡色 偏淡色你就很麻煩了 你可能期望它粉紅是很鮮粉紅的 不是 可能變了一些微微的灰白感覺 就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想要的東西了 那這個真的要看實物才知道 對 剛才說兩樣東西 說了一樣 第二樣就是側面 如果留意側面一點 其實有一點點扁平面 這隻Figure 微微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嚴重的扁平面 那當然 對 那叫做鼻子都可以勾出來 就不是好像被人崩了一槌 崩到變了平面的那隻 還未至於 還有尾巴挺漂亮的 尾巴 但我反而嫌去尾巴 真的後一點位置 微微摟得住的感覺 是嗎 這位置會不會有一點點扁平面 好像 我自己覺得還好 還好我不是 可能我看我只是覺得 原來大王是尾巴控來的 又不是的 所以他對尾巴的質感好還是不好 很留意 所以他們經常說Figure 他說是發尾的 人的頭髮 人的尾巴就是發尾 那這些位置真的看到有什麼 小小打起來 又不是很嚴重的 別這麼說 我知道你喜歡頭髮了 是嗎 我們繼續屈 又繼續屈 那這隻尾巴也不要先說 那些主持的毛利抹黑 我們也不要先管 那這隻整體來說 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角色 都應該賣得下 你覺得 因為我家裡太多Figure的關係 我不買它而已 就是你本人都OK 其實這隻是挺好的質感 所有東西 但是跟上一集做對比的Tony比 Tony那隻吸引度 我覺得比較高 Tony那隻吸引度 你是不是覺得 是啊 因為Tony那隻有驚喜一點 這隻Figure有少少 看完圖 看完他的照片 就是理所當然是這樣的 有愛就買 沒有愛就算 不過又加了一句 這隻狐狸這個角色 他漂亮的Figure不是那麼多 因為之前很多都是比較便宜的Figure 那這次這隻比較高 手工自然會比較好 明白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這個角色 你想買一隻高質素一點點 想想這隻 OK 那我們這隻差不多先 加多一句有絕對領域 這個很重要 這個屬性就看看 好不好 應該馬上 不過是短褲的絕對領域 是熱褲的 明白 那這隻差不多先 我們講了那麼多人外的東西 可以回來講人類嗎 這個是不是人類 我不知道 真的要看了 鵪野壽明先生 那個劇場版的發展 究竟這個明日香 是不是人 我不知道 你講了有鵪野壽明明日香 大家當然知道 當然是講寧波麗 不是 其實是講明日香 一開始 這一集已經暗示了後面講明日香 當然了 我講了明日香 我管你 我再剪掉它 當然沒有了這個伏筆 就是讓觀眾聽到 我是亂說的 不斷暗醜惡的 這個網台 神經病 不要緊 剛才我壓榨主持的方式 好像很無理 不過這個計畫 一開始有些人都說 好像價錢也有點無理 這個價錢很多人 懷疑它飆錯了 是不是 那不如你講一下多少錢 80萬日圓 計算了稅 現在最後是86萬日圓 86萬日圓 那據港幣是多少呢 我先算一下 嗯 6636 4萬元左右 是不是真的飆錯了 哈哈哈哈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它飆錯 因為這隻是4萬多港幣 你還要運費 對不對 還要限量 沒錯 你買不到的 因為Amazon的quota 已經被人買完了 那順帶一提 這隻Figure 都挺大隻 整個550mm的官方 就說 應該可以跟一些超巨型巨人 一起放在一起 超巨型巨人 大致明藥香 對啦 我們那次說的那個 是對的 好像是差不多的尺寸 都放在一起 一個就是超便宜的 Bandai出品 如果《進擊之巨人》變成明藥香 那款就好像比女巨人好看 女巨人的心口 很多人喜歡的 這隻Figure 為什麼要86萬日圓呢 其實也有些原因 是有來由的 那這隻Figure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圓形師去有些訊息想帶給大家 那這隻Figure 你如果買的 它的上色做帽 退帽等等的東西 都是這個圓形師去一手包辦為你而做 一手包辦意思就是 你平時買一隻Figure 例如你買一隻黏土人 買一隻Figure 或者任何一隻ScaleFigure 其實都是Made in China 而已 那圓形師很辛苦地丟了一個帽 或者3D做了一個帽 最後又運去大陸那套 啤膠 上色等等全部都在國內做 運回去日本不是說Made in China 但好像是日本模型 那樣 但是這次這個 雕獅就是想做到一件 真是Made in Japan的東西 由雕獅的手遞給你 說得再深入一點可以這麼說 其實有時候買一隻Figure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獨藍才買Figure 其實用另一個想法去想 你就想通其實不是什麼獨不獨藍的 以前那些人都買雕像放在家裡 那些關像 老實說 你看看希臘時代都是 很多人是會買雕塑放在家裡 只不過就是 你現在的雕塑 是大規模生產 你現在的雕塑 那個樣子就是所謂的可愛風 甚至有些人現在都會 喜歡埃及風都會買回去埃及神的畫 裡面長壁黑畫的那些 雕塑在家裡 所以變了其實 有時候就幾有趣 Figure這件事 你說愛不愛好 可以講遠一點 就變成說一個 可能是藝術品的東西 其實是 那現在幫這個雕獅做的東西 其實就好像做一件藝術品 那樣 那個感覺上 不好意思 但感覺上就好像其他Figure 就好一個工廠式生產 雖然裡面都照樣是有人手遊 但你感覺上那天經過工廠生產 試驗出來 但現在的感覺就好像 丟屍自己製造的藝術品給你 我覺得不止 就算你經過那些阿姐手 做的那些阿姐 是不知道你的Message 或者你的技術 你的高次在哪裡 他就硬斑斑老闆 叫你油油噴油 油噴油 油油噴油 油油噴油的 而且那天一人做一個 對 變成沒有靈魂 可以說這件東西的做法上 而今次這件事就是 可能將Figure 推向另一個有趣一點的地方 當藝術品做給你 我聽到的感覺是否有點像那些 那些什麼機械錶那些 那些那些 全人手製造 對 全人手製造 或者那些車都是 貴的車都知道 全部應該是人手製造 很多東西是行人手裝嵌 那你去回一些 可能便宜一點 美國車 整條生產線一個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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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 那你全手製造 價錢就自然都會 對高的 不過這個年代有時候 有些人覺得好像 那些東西 你用機械製造就行了 要不要這麼貴 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如果你們這樣想的話 這一類Figure就一定不適合你 我只要說 不過要加一句很重要的訊息給大家 是 人手製又不等於好的 老實說 那這樣說的 如果你要把車的 有時候人手的位置 反而會見到一點點隙隙位 推得動 有些少一些 又不算瑕疵 叫人手製的感覺 有時候機械製造就很準確 一定不會錯 所以只可以說 看你喜歡 而且老實說 一件事 角花就入閣眼 講遠一點講車 你法拉里 不是每個人喜歡的 也有人喜歡開Honda 有人說 我是喜歡Ciric 我開小Ciric 我是喜歡開Toyota 我是J86 是不是 變成有時候 藝術價值 是不是等於你一個人 我親手親力去做 那就會提高了一個所謂的藝術價值 而一個工廠生產的東西 是不是就沒有藝術價值呢 其實又未必是對等的 不一定的 或者這麼說 我不是說 如果純粹是由我雕屍的 一手一腳製造成整個figure 就好像有靈魂一點 但是如果有人說 我感受不了 我覺得沒什麼 那就講不成了 整件事 所以呢 只是一個用途 你壞了 你懶惰的時候 你直接吵了 雕屍 即是可以回到尋常 即是你不知道 哪個大媽幫你游 對啦 你以前不知道 你拿一隻figure回來 你說 那位頭髮一注塞 肯定是誰 阿嬸 你找他出來 找不到的 即是你回去好像 那些西片 抹擦追空那些西片 搞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部電影 就是在追空找到哪個 Ticken 現在就告訴你 你找到了 因為你專有頭炸有主 只要找這個 你有什麼事 你開他的球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他的球 那這隻figure 又真的不說那些人人手製的東西 即是暫時的片段可以說 純粹一隻figure 其實我一眼看到我個人 就不太喜歡 老實說 你減過零我也不買 不知道 他減過多少個零 我個人也不會買 他86日我都覺得貴 都可以這樣 那他又很大隻的 但又不代表什麼的 你啤膠 啤膠大一點 值什麼錢呢 那些膠 那個造型我個人就覺得 拉得太長了 當然我知道 阿蛇有說過 其實Eva本身 明吉香設定都是這樣的 都比較長一點 都比較長 但我好像拉得長了一點 加了Singerman 我再直接一點 好傳統啊 我們這些人說話 什麼事呢 那個樣子不漂亮的嘛 表情都不像 正面看那個樣子 呆呆呆呆 那哪裡可以啊 就是阿明的香 是不會呆呆呆的 他沒有那種神髓的 他現在只用一個雕絲雕給你 說白一點就是什麼呢 一個不聰明的人 他以前就雕了一塊屎 進去生產 但是這個不聰明的人 他就要親手為你雕 是不是等於漂亮呢 你要想想 不過我這樣說 表情上 看看你喜不喜歡 我真的覺得一般 有可能有些人 不想要這麼活潑的感覺 明日香想正經一點 站在那裡 不是吧 就是明日香做那些 寧波麗的姿勢 寧波麗做明日香的姿勢 就是 Cost over 那你本身的模特兒 都會飽那個不同姿勢 有時候放一個開心點 有時候放一個酷點 有時候放一個酷點的 現在才不是酷點 可能喜歡明日香酷點的感覺吧 我鬥一鬥 就算你說完我的樣子 說完剛才那些 其實有些事情都做得不錯的 他身體的上色 那件叫做plug suit 上得挺漂亮的 這個是事實 那就真的看到人手上色的功架了 可以說 都是 這個你在其他件裡都未必看到 或者真的有時候 好像有一點手掌模型的感覺 根本其實是一件手掌模型 你想不想 可以這樣想 還有專業的師傅跟你做 沒錯 所以這個價錢貴不貴 第一 看你喜歡不喜歡這個雕屍 你不喜歡就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喜歡就是無價寶 當然 現在這個計劃就 都86萬日圓 他是不是只做一隻 好像兩三隻 他張圖裡面都在噴三件件 不知道是不是三件選一件 只可以說不是一隻 因為這些價錢 通常都是限量生產 你不會做的 好像和你私域一樣 那麼多車 所以這東西真的好不好 真的在各限 但是你耗的未必那麼容易買到 對了 想完牆前說到一樣 那些頭髮做得挺漂亮的 大王 都適合你了 那一句 主持無理的抹黑 我應該是不繼續 由於要解決私人恩怨的關係 就先收一支麥克 打死你 打死你 不要遷就 那一會回來 我們就繼續說回其他的玩具 但是稍後那一會 記得我們還有拍C 所以剩下兩會都聽完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可以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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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